当地时间26号上午 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夫人刘永卿 在希腊外交部部长 塔格雅尼陪同下 来到希腊南部克里特岛 伊拉克林市郊的 佩扎农业联合体参观 受到当地居民热烈欢迎 克里特岛素有橄榄王国之称 11月正值橄榄收获榨油的时节 这座孕育了希腊 延绵数千年橄榄文明的岛屿 一派丰收的景象 胡锦涛首先来到一片橄榄园 在一株橄榄树旁 他听取了佩扎农业联合体负责人 介绍今年橄榄种植和收获的情况 并高兴地应邀手织长长的电动橄榄采摘器 打下成熟的果实 橄榄园主人兴奋地说 胡锦涛主席为他们打下了 今年收获的第一批橄榄 随后胡锦涛来到农产品展览室参观 这里展示了各种橄榄制品 以及当地农民早期用于制作橄榄油的工具 接着胡锦涛参观了橄榄油加工和生产车间 了解橄榄油加工技术和生产流程 胡锦涛对联合体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 祝愿联合体兴旺发达 并欢迎佩扎农业联合体积极开投中国市场 扩大同中国同行的交流合作 佩扎农业联合体负责人表示 非常感谢胡锦涛主席前来参观 相信在胡锦涛主席关心下 佩扎联合体能够同中国同行开展合作 将高品质的橄榄油更多小往中国市场 当地时间26号晚上 国家主席胡锦涛原本结束对希腊的国事访问 乘专机离开雅典回国 希腊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为胡锦涛主席送行 中国驻希腊使馆工作人员 中资机构 华人华侨和刘军生代表能接到机场送行 在胡锦涛主席结束访问回国途中 陪同出访的外交部长杨洁篪向随心记者介绍了访问成果 杨洁篪说 系在华盛顿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后 国家主席胡锦涛于11月17号至26号 出席了在秘鲁首都利马取行的亚太金融组织第16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并对哥斯达利加古巴秘鲁希腊进行了国事访问 胡锦涛主席此访是在国际金融形势日趋严峻 中拉中西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背景下进行的 出访期间 胡锦涛主席出席70多场活动 同各国签署30多项合作协议 形成约4万公里 胡锦涛主席此访进一步推动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 促进了亚太金融组织务实合作稳步发展 深化了我国同拉美国家和希腊的友好合作关系 加强了同美俄日等有关国家的沟通协调和合作 达到了深化友谊 增进互信 扩大合作 共谋发展的目的 取得圆满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